好 觀眾朋友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節目主持人 前子新冠病毒 現在已經瀕臨我們城下了 而我們的政府官員朱公們 還在忙著考古調查 18年前的SARS 還在爭執和平醫院 到底誰封 誰下令封的院 到底對還是錯的 真的是精細是何系 觀眾朋友你可以看到 今天連我們的國會龍頭 我們的立法院院長尤錫坤 都跳出來說了 他說18年的這件事情 我可以來說說話 因為當時我是行政院院長 馬英九 你說話要有良心 和平醫院封院前 馬英九你根本沒有跟我報告 完全不知道封院要做危機處理 講來講去 就是要把馬英九拉出來鞭屍 拉出來獨打一頓 可是觀眾朋友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現在我們共同的敵人就是病毒 是不是大家應該往病毒的方向 往前去做征戰 而不是把刀對準自己人 大家互相殘殺呢 我們來看看蔡總統怎麼說 蔡總統在臉書上有一個貼文 那是在昨天 他貼文說 面對病毒的威脅 大家看這裡 中央和地方必須合作 全民也必須團結 到這邊都OK 我們一定會記取2003年SARS疫情的教訓 中央地方同心 才能攜手克服挑戰 又把這個SARS 又把2003年這個和平醫院的事情 拿出來講 意思就是什麼 中央跟地方當時不同心 現在在我蔡英文的領導之下 中央地方一定要一條心 過去不同心 我覺得大家是不是時空倒置了 因為現在是怎麼樣 要說一句新的口號嗎 以後指揮中心在電視廣告上 要說歷史讀得好 防疫沒煩惱 就是你現在是瀕臨城下 你清兵都打到山海關外 然後大家人人一本歷史書 想我朝崇禎帝 當年即位時如何如何如何 我覺得這個很荒謬 荒謬的意思不是 你不可以打邱淑堤 過去有18年的時間可以打 你們是在幹什麼 你過去也有18年的時間 要打馬英九 要打楊智良 你通通可以打 怎麼忽然到了今天 不是說要挺醫護 是當朝有人下令說 各位請首讀史書 對醫護有很好的幫助 好 我也不反對 你要去首讀史書 搞不好你就閒沒事幹 你只能口頭挺醫護 那你去看史書的時候 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學到什麼教訓 你學到什麼教訓 以便讓現在的醫護 會安全 不要受到威脅 那不然怎麼樣 好 你去把秋術題宰了 我今天其實跟朋友在聊天 我就講 好啊 如果今天有一個魔法 是血祭秋術題 血祭馬英九病毒就消失了 好 你血祭我不反對 但問題是你現在 做血祭的動作 但是病毒照樣在蔓延 是啊 然後大家還講說 我們要挺醫護 挺醫護 這個東西就是本末導致 還有人出來說要拍紀錄片 我想說等等 你要拍紀錄片也可以 但可以不要趁現在嗎 我知道募資很困難 我知道大家都缺錢 但你也可以等 這一波過後再募資 那我覺得講白了 看歷史 絕對無助於現在的疫情 請大家留在當下 不要再回到過去好嗎 這個東西最後我做一個比喻 多荒謬 你今天結婚 上台請你支持 你說我前女友怎麼樣 怎麼樣 我前女友過去 做了很多的錯事 真的是很糟糕很糟糕 來吧 新娘在旁邊 你幹嘛還在回憶過去 新娘已經在瞪你了 現在我們發現什麼事情 現在看到全民在搶保單 什麼保單 防疫保單 大家都人心煌煌 大家很害怕 為什麼要去買那500塊錢的保單 保一個心安 因為不知道病毒 到底會不會找上你 這是全民現在的感覺 觀眾朋友 但是我們的當家做主的 執政黨不當療癒系 還在當考古系 把過去的斑斑血跡 斑斑歷史 把它拿出來看 拿出來檢視 過去誰誰誰如何 過去誰誰誰是女一 過去誰誰誰是女巫 你現在不准發言 所以我們看到 蔡總統的這篇發文 當然她是鼓勵我們 當然她是希望大家團結在一起 可是她又特別特別點出來說 你看當年的事實是這樣 中央地方都沒有同心 我們以後一定要同心 今天遊戲科院院長 又跳出來說了一番話 她到底為什麼挑來這個時間點講呢 我們來聽聽看 游院長今天在立法院說了什麼 我在這邊要請馬前總統 講話要憑良心 不要動不動 就現在就批評別人 然後把周恩都推給中央 誰代表中央 如果不是總統代表中央 就是行政院長代表中央 那他行政院會對我來開會 為什麼和平一定要封面之前 不必報告 好 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本來都不想講 本來從來沒有批評他 殺什麼事情 從來沒有批評過他 可以看到我們的遊戲科院院長 真的很不甘願 記者的問題都已經結束了 大家還一邊說好 謝謝大家 一邊走 我跟你講我從來不想講 我從來都不批評他 他一邊走一邊搖頭 我從來不想只講一句 我從來都不想要講 我們這個委員 我們看到有院長 在記者會裡面說 他當時2003年SARS的時候 他沒有被告知 他也完全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底下的署長怎麼會知道 特別是署長沒有往向上承報 沒有報告院長 然後院長沒有辦法做決定 所以才放任給台北市政府 自己去做這個決定 然後現在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出來做這個說法 18年後的一個說法 苦手含咬18年是不是 終於18年後有這個機會 悶著18年 可以說話可以一吐怨氣 這個是不是擺明了說 有功我懶 有過你當 這十八年到底我們的政府在做什麼 這18年當中政黨輪替了兩次 如果說當時有這麼大的瑕疵 為什麼這18年不能夠討論 不能夠把這些過錯都把它揪出來 到底馬英九做了什麼措施 你把它說出來 為什麼這個孫子來做這個事情 是不是很明顯的就轉移焦點 就是轉移焦點 因為現在防疫出現了破口 出現了裂縫 或者出現了破洞 那我們現在被點名 要管制的對象高達一萬三千多人 光是不逃的部分 就是說原來是兩千多 後來變五千 後來變一萬三 接下來明天要變多少萬 所以是不是因為已經無法收拾了 所以防疫出現這麼大的破洞 那現在趕快全部輔院黨 輔院黨全部轉移焦點 把這些矛頭全部指向2003年的SARS 所以這個其實大家很明白 就是還是用他們慣用的招數 就是轉移焦點 所以轉移焦點到底有沒有效 把這個風頭 把這個鵝兒 或者東西丟到遠遠的地方 讓這些鯊魚去咬 你就不會針對我了嗎 我們來看看 馬英九辦公室的主任蕭旭成 今天他出來說了 他說當初和平醫院的封院 是中央決議下令 由我們地方 也就是當時台北市市政府 馬英九市長來執行的公文都還在 大家去把公文調出來就知道的 不需要打口水戰 我們來看看這個公文的時候 2003年當時的署長 衛生署署長是土醒哲 他這個授聞者叫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前面一大堆的這個字號 還有時間點 然後這規定就說 從此刻開始 醫院內感染SARS的管控規定 全面管制人員出入 以及進行院內分艙分流 以及各種的使用管理 這個是當年的公文 已經被調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誰下令的 到底是決策單位 通通不知道嗎 從總統 從行政院長 從衛生署長都不知道嗎 當時的衛生署長 突請哲就說 他出了這個回憶錄裡頭有講說 雖然這個風暴已經過了幾年 可是如果當時沒有把感染源控制在 和平醫院裡頭 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他做的封院決策 從不後悔 不是才出了書 不是自己也說了嗎 現在又說是馬英九 封院是馬英九受訪的時候 親口說的 我們中央 當時他是中央 因為他是衛生署的主管 機關的單位 他就說我們中央就全力來協助他 這是亡羊補牢的做法 來 兵哥 我老實講 我覺得民進黨一直很特別 你知道 你看那個萊豬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9年前的事情 時空環境已經不同了 可是現在這個18年前的事情 時空環境好像還是一樣 這18年沒有動過 大家還是停在這個地方 我就覺得這真的很有趣 但是突醒哲又再次展現了 他自己的說法 時空環境就可以不同了 他現在說法 跟他的回憶錄裡的說法 是完全兩回事 也就是要當英雄的時候我來當 要當狗熊的時候 當然是別人來當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道理 其實我覺得剛剛 不管是由習慧院院長 或是突醒哲的署長 前署長講的話 我覺得都很好笑 你們都覺得馬英九做得不好 都覺得馬英九這個有問題 比如說遊戲規定 馬英九沒有告訴我 那你可以要求他說 我現在不准你這樣做 你不就可以講了嗎 那突醒哲你是中央的衛生署 那如果你覺得和平醫院封院不對 那你叫他不要封啊 對不對 或是你認為他分三分離 我沒有做好 其他對沒有做好 你只是嚴厲譴責衛生局 說你現在這個做法不行 要完全按照我中央衛生署來處理 你當時怎麼不講 你為什麼不說 如果你認為他做得不好 你應該講話 這是你的職責不是嗎 那為什麼不講話 結果等到18年之後 來扯這個東西 我覺得扯這個東西 真的是很好笑 說真的 現在再來扯這個東西 那又怎樣 之前監察院有調查過這個案子 然後也有說 有哪一些地方指出 中間有缺失不當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這件事情過了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 馬英九當選總統 所以表示當時社會大眾 整個的氛圍 並不認為馬英九在這個事件上 不要說完全沒錯 但至少沒有大錯 那我們也都知道 當時那個狀況 面對SARS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 面對一個未知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是第一次嘗試 那也經過了SARS那一次 慘痛的教訓之後 我們才有今天的這樣的經驗 去面對這一次的新冠肺炎 人類就是在不斷的錯誤中 學習進步了 我譬如講 你說SARS的時候 和平醫院奉院 到底是誰的責任 我個人認為中央跟地方 都有一定的責任在 這個不可能完全撇得一乾二淨了 所以我必須說 過去的教訓 是要給我們進步的力量 讀歷史真正給你的目的這個 不是叫你拿來打擊別人 不是叫你拿來甩鍋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 記取歷史的教訓 而只是把歷史拿來當作甩鍋 當然攻擊政體的工具的話 那你歷史真的白讀了 是 我們要看歷史或看過去 其實就是要糾正我們現在的做法 有沒有不對的地方 過去你可以看到和平醫院 當時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 令人難受 醫護在這邊還有寫求救紙條 現在病毒步步的進逼了 我們操作SARS 或者是我們看到很多側翼 很多網紅 每個人都可以當網紅 一直把當年SARS的這個功過 拿出來做文章 到底是為了什麼 回到醫護本身的要求 或是他們的求救 他們的需求 他們對外發出來的訊息 其實非常簡單 給他們足夠的裝備 足夠的子彈可以去打怪 可以去對抗敵人 也就是病毒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看一勞盟 最近對於疫情的五大呼籲 包括了全面暫停非本國籍 人事入境 有一些阿力不搭的 我們不曉得他是誰 他來幹什麼 這些人就別了吧 就不要來了 他如果不是我們國人 就暫時請他 在自己的國家裡面待著 另外保留集中檢疫所 隔離飯店給境內的國人 不是說我們沒有大礙 而是我們要自己的國人自己救 我們先把這個能量 能量留給自己人 另外要停止入境隔離的津貼 你入境的人 如果你不是本國人的話 津貼是不是就少一點呢 保留國內的隔離津貼 畢竟子彈很不簡單 要保存多一點點 包括了確保專賣 以及被隔離醫療人員的薪資保障 還有簡化科技醫院及教學醫院 評鑑為書面審查 那我們來看看 現在在桃園某醫院 已經有貨櫃屋作為預備戶外門診所用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分商分流的 簡單的概念 如果你有發燒篩檢 初步可以到這樣子的一個地方來 過去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過去韓國瑜曾經講過說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也是被罵翻 就是你不能講的話 超過現在的狀況 所有超前部署 都是問亂的步伐 我先講一下 我幫醫療盟解釋一下 到底是什麼狀況 第一個我們先講 今日剛有一個境外移入 你知道這個境外移入 是從墨西哥 申請醫療包機飛來台灣 一次至少400萬起跳 今天下午陳時中 才在指揮中心宣布這個事情 是因為他是確診 那好 我們講不是要挺醫護嗎 請問確診的人 你容許他飛回台灣來 是不是增加醫護負擔 第二個 其實醫療盟講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我們過去一直放外面的 什麼餘工 然後什麼移工進來 進來之後確診就算了 各位都忘記了 確診之後隔離 我們每天要給他一千塊 是台灣的健保要給他一千塊 外國人也要給 也給 而且所有的治療 他確診之後治療 隔移 副拉隔離 都是健保付 就是我們台灣超棒的 對 就簡直跟政治庇護一樣 那我們在這樣講的時候 請問你的醫療資源有限 你的經費有限的時候 為什麼不優先給國內的這些人 這些按800多號以後 幾乎都是因為逃醫的狀況 而被隔離的時候 錢優先給他 你給一大堆外國人 到底幹什麼 事有輕重緩急 分清楚 事有輕重緩急 我們應該要把能量留給誰 我們管